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时候 就是青春期就爆发了 青春期就爆发了 好吧 物理大哥还真是自身的段子手呢 不过有人大爆发就有人要遭遇滑铁罗 咱亲喜宝宝似乎就是中了这个魔咒 大家看前三期我跑的还可以 但是从第四期开始 然后我的那个运气就 然后猎人看到我就死追我 然后所以第四期之后 奶鱼儿在节目中一直都表现得很稳定 作为一枚智用双全的好宝宝 有什么经验分享给大家吗 果日小白套的奶鱼儿 难不成是感冒了吗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跑下来的话 没有什么经验可谈 因为很多是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既然是玩这个游戏 就要把自己最好的 最勇敢的一面给大家看 所以看到恋人就不要怕 你就要勇敢的去躲 但是你也不能 就是一直躲在一个地方 就是要勇敢的去做任务 勇敢的去抗争 对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没有不舒服 今天就是因为跑得太累了 然后如果不披一件衣服的话 会感冒的 还真是超会保护自己的 粉丝们应该都放心了吧 要说在节目中 如同粉丝们爱护着三角志的 就被加速中的姐姐团莫属了 来一起看看女神们 都是因为啥妙编姐姐粉的吧 他们是我们所有人里面 跑的是最快 又是最会躲 最会玩游戏的 所以每次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都非常有冲动 想跟着他们跑 他们带着我们跑 每一次都看那个 他们三个都坚持到最后 然后就是很会躲藏 我其实有一次亲眼不知道看到谁 在跑 而且他是在躲避三个猎人的追捕 然后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勇敢 因为其实有两具猎人在围攻你 其实你差不多必死 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 他们继续奔跑 即使他知道他有可能会死 可是他还是挣扎到最后一刻 所以我很 我觉得这三个小朋友真的很厉害 很可爱 他们三只真的是给我留下印象太深了 最印象很深是 他们在中指尖来回把猎人 玩得团团转 来回要三四圈 就这样子的 如果你不跑开 可能还要继续来个七八圈 他跑不动了 太累了 他们太会玩了 这个跟他们平时玩这个 玩你们玩那个游戏 有很大的关系 很厉害 又收获这么多姐姐粉 看来歇草的队伍 又应该壮大了不少吧 芒果老星们 超想看大哥青春期爆发 嗯 发达